林更新 赵丽颖同光相识 娱乐圈的神秘失踪事件引发粉丝热议 娱乐圈总是充满了各种极其怪怪的事情 让人摸不着头脑 最近一件看似平常但又令人费解的事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林更新和赵丽颖这两位当红明星 居然在赶飞机的时候突然就找不到了 这和镇上人大跌眼镜啊 要知道林更新和赵丽颖可都不是什么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林更新这位极帅气与才华余生的演员 从步步惊心里的十四爷一炮而红 到现在的国民老公称号 可谓是走到哪里都能引起一阵骚动 而赵丽颖呢 更不用说了 从农村姑娘到饮食圈的顶流 她的奋斗史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灰姑娘童话 这么两个大明星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呢 有人说这两位是不是在玩什么捉迷藏游戏啊 哈哈 要真是这样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想象一下两个大明星在机场里东躲戏藏 躲避粉丝和狗仔的追踪 简直比谍战片还有刺激 话说回来 这种猜测未免也太天真了点 毕竟他们可是公众人物 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玩这种游戏 更有趣的是 有网友猜测 他们是不是在偷偷约会 嘿 这可就有点意思了 甚至还有网友释出一张 林更新 赵丽颖私下上车的背影照 这可高兴怀了不少粉丝 要知道林更新和赵丽颖可是有过合作的 在《楚桥传》中 两人的感情戏可是让不少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虽然当时两人都否认了恋情的传闻 但是谁知道呢 娱乐圈里的事情有时候真相 往往比传闻更加离谱 而自《楚桥传》后 两人再度合作了与凤行 粉丝期待了这么多年 终于还是等到了 赵丽颖如今已恢复自由身 死去的CP粉又活了过来 看好两人的粉丝 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启了催婚模式 再加上两人私下也频繁的见面 评论区的粉丝们也是充满着和气 难道说这一次他俩真的有戏 相对比照领之前祖国的CP 林更新是一个粉丝 比较能接受的存在 在《楚桥传世期》 两人就是相爱相杀 长相般配 性格也都不错 两人都是有名的对对精 因着剧中角色的带动 CP粉硬是在玻璃渣中找糖吃 虐具都能磕糖 更何况新一次合作中甜甜的互动呢 与凤行性罗无料被放出来的时候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绯闻 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从放出的花絮中可以看出 两人的互动很自然 氛围也是和谐的不行 在镜头面前嘴角都没放下来过 除了合体营业 狗仔还拍到了他们私下聚餐时的 亲密动作 其实就是赵丽颖走路亮枪了几下 林更新上前搀扶了一把 本来是好朋友之间正常的帮助 网友愣是在平凡中 秀出了一股不平凡的味道 看着林更新平凡上分 赵丽颖其他CP组的粉丝坐不住了 只要是曾经跟赵丽颖传过绯闻的 又被拉出来溜了一圈 已经进去的乌某凡 也曾公开表示 喜欢长相像天使的女孩 在72层楼综艺中 更是满眼惺惺的看赵丽颖 总是跟赵丽颖互动 老是想让他夸自己 没想到赵小刀不吃这一套 在综艺中 对吴亦凡的自恋行为 直接开队 能不能好好说话 在颁奖现场 遇到时 吴某凡一直在等赵丽颖转头 没想到赵丽颖打过招呼后 就转头看台上的嘉宾 吴某凡不顾粉丝的反对 跟赵丽颖合作的歌曲 《想你》 最后结束时 突然抱了赵丽颖 可大家发现赵丽颖往后推了一步 由于赵丽颖对他没兴趣 再加上吴某凡当时的粉丝反对 此CP也就随着时间不了了之了 跟其他人的CP都是粉丝在嗑 跟何老师的CP 那可是赵丽颖自己嗑的 在《偶像来了》的节目中 赵丽颖直求表白 直言何老师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 看到何老师跟其他人互动 他毫不掩饰自己吃醋 直接上前去找何老师 两人还在节目里亲亲 要知道这可不是在演戏 赵丽颖在综艺里 一直都是拿捏分寸的人 可是这次他疯狂了一回 除了何炯其他的绯闻 大多数都是合作的男演员 只要有一部剧开播 他就会换一个人做CP 比如之前合作多次的陈伟婷 粉丝从鼠山战绩 嗑到了老酒门 还有李某峰和霍建华 都是因为大暴剧 在一起营业 跟风少风 也是前前后后合作了六次 不过大家没想到 这个粉丝嗑不起来的CP 居然走到了一起 虽然说两人现在已经离婚 有一段时间了 但还是有不少网友希望 两人能够复合 还有国仔经常偷拍 他们聚餐的照片 不过这都是他们的私事 复不复合也不耽误 粉丝克赵丽颖的新CP 虽说赵丽颖跟很多人都组过CP 可他本人是最不喜欢吵CP的 他说演员最重要的是演好角色 一部好剧不一定是好的结局 或者说男女主必须在一起 对于他来说 他看中的一直都是演员的专业度 他从来不会因为年龄或者名气 去给演员划分等级 外界一直调侃的老干部和小鲜肉 在他这里从来没有过区别 只要专业度过关 人人都是平等的存在 赵丽颖的学历不高 但是他对演戏的天赋还是在的 尤其是对角色的感悟 他也是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 热爱演戏 每一次都是拼尽全力 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赵丽颖的演艺之路 没有其他女明星那么顺利 什么出道及巅峰 一夜爆红都没有在他的身上出现 起初他因为学历不高 一直在家附近的城市打转 跟其他普通女孩一样 对过来没有方向 直到他勇敢走出来参加选秀 得了冠军才有了出道的机会 别人出道就能演个女主角 他则是跑了七年的龙套 在新环珠格格中 我们才开始对这个小姑娘有印象 可那已经是他在娱乐圈打拼的第六年了 好演员从来不会因为戏少就被淹没 他还是被看见被发掘了 凭着自己的实力 拿下了路征传写的女医 从此之后 赵丽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一路的爆火给了他更多的机会 从一开始的偶像剧到国偶剧 再到农村剧 时代剧 他一路都在尝试在突破自己的极限 拓展自己的戏路 这一路上的艰辛 他很少说 这一路上帮助过他的人 他也都没有忘记 跑龙套时期 演员张瑞看到一个小姑娘可怜 给他做了一顿饭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温暖了赵丽颖的心 后来自己火了 还推荐张瑞女朋友参演了楚桥传 他一直没忘记对方的恩情 演员这条路并不好走 你行不行 观众都看在眼里 心里有数 赵丽颖能凭借作品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不是没有道理 知否中清醒明智的盛名栏 幸福到万家中 从农村走到城市 成为职业女性的核幸福 风吹半夏中 天生傲骨的许半夏 每一个角色都被诠释得非常出彩 当然 这一路总是存在着很多其他的声音 他没有加以辩驳 只是在默默的提升自己 不难发现 每一部剧 跟他组过CP的人 只存在宣传器 等播完了剧 他就不再配合炒作 抽离上一部 去往下一步 他现在 已然 过了靠炒CP出圈的时期 如今的他 会更加注重作品本身 那么 大家认为呢 我会更加注重作品本身